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您是大肠癌是不是 已经开到又做化疗两年了是吗 对 化疗之后什么时候开始麻 去年3月结束化疗 化疗馆开始一直麻 这样有一年半以上 对啊对啊 一直加热 医生有没有叫你去追踪啊 有啊 我现在每三个月都定期追踪 其实简单的讲啊 我听你这样讲已经大概知道 反正你是以西医为主 然后在这里来试试看 对不对 因为他还在追踪 所以我必须跟你讲清楚 这样是没有效果 原始点跟西医的概念是不一样 也就是西医是从果结症 他检查出你身体有肿瘤 那就手术化疗 他之所以检查就是为了处理你那个 那你为什么会大肠去检查 因为肚子痛 好 肚子痛是病 那你检查出大肠有肿瘤 那个是老 老跟病它都是属果 都是身体生出来的 但西医会告诉你 你的肚子痛就是因为肿瘤引起 老会生出病来吗 或病会生出老来吗 两个都是果 果绝对不会生果 苹果也不会生香蕉 果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但西医就会告诉你 你那个大肠癌会生出肚子痛 所以你就割了 事实上大肠肿瘤 它就是老 不是病 如果是病那你大肠肿瘤 你还没有肚子痛以前 它就在了啦 那就是代表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你如果肚子痛 当时候不去找西医 你来找我 我马上帮你背部 这里按医院 它就不痛 那我按的不痛 肿瘤还在不在 那就代表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这才是道理啊 现在变成病了 你病都一直在检查老 以你的年龄一定会复发 只是时间啦 要不然就不用检查了 它知道一头羊还可以剥好几次皮 你只是剥了一尘而已啦 但是你还执迷不悟 如果聪明的人剥一次已经觉醒 我现在的路还能继续吗 我还能不能再化疗 但是你是准备一时计分耶 有一个肿瘤的患者就跟我讲 他说有一个医生告诉他 绝对不要化疗 他说为什么 他说化疗是大炮打苍蝇啊 啊 苍蝇打下去 苍蝇死了 整个树也倒了 你愿意每天都是病 然后奄奄一息的 然后又不能延长生命 因为这样搞一定死得快 没有人吃毒药会长寿的 吃了会死得更快的叫做毒药 他喂给你的就是毒药 但医学不管你这个 我不保证你能活着出去 我只负责割你的肿瘤 所以当割的时候 有些人过程中就死了 他会讲一句什么话 我手术是成功的喔 只是病人走了 我遇到过很多啦 或化疗 然后肿瘤也消失了 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了 那个医生拿S光片跟他讲 你看照出来 肿瘤你本来三公分 现在变一公分耶 哇 他就很高兴 感激感激 隔一天他就挂 家属就告医生 医生怎么讲 我是成功的啊 因为你们来是要治疗肿瘤的 我又没有保证你能活着回去 所以你们都有千切结束啊 所以家属也没有 到最后的纠纷都是医生 糊涂的是你们 因为你们没有想清楚 然后你们到底是为了活而弃的 还是要跟肿瘤做一阶段 甚至我连命我都愿意付出 跟他一搏 然后把肿瘤割掉 所以西医都会站在你们 抗癌的战士 然后很多人就在这个战场 一个一个倒下去 死的不是死在 死在毒药 死在手术 只有把身体搞坏才会死人 你现在手麻在哪里 整个手掌 从这里都在麻 对 从这里 对 两手 好 这里痛不痛 不会 这里呢 可以 这里到这里还麻不麻 你现在试试看 看有没有改善 好像有比较改善一点点 我再按深一点 这里痛不痛 痛啊 好 你再感觉 这一段而已 这里我还没有处理 这里有没有比较松 好像有 有一点好 我再帮你处理这里 你现在是这里麻是吗 四根 五根手指都麻 连拇指也麻 都麻 这里痛吗 不会 好 这里也还好 这里都没有特别痛的地方 对不对 对 这样很明显 我这样按完应该就知道了 这个叫患处体伤 那患处体伤 它为什么会这样子 它一定犯了一个错误的动作 你是不是常常握前处理 做这个动作 有 手麻会变成患处体伤 一定是 它已经时间那么长 时间那么长 照理不会患处体伤 多属它处体伤 也就是我们只要按 它就能解症 但是已经一年半了 它还这样子 就是它属患处体伤 一定是它有做错误的 就好像老鼠 那老鼠会手麻的 大部分都做这个动作 因为西医会叫他们 你要做或握球啦 或这样一直握啦 它越握越麻 你是不是每天都做 对 这个才是重要 那你按死了都不会好 这个我处理太多了 我一路都在研究癌症 西医如果越麻你去找它 它也会叫你这样 甚至握球 那这个肯定不会好 走麻你那个叫做患处体伤 不要再按 你现在第一个先戒掉 你只要戒掉很快就会好 然后温敷 然后你可以做这些动作 刚好反方向的做 伸展可以 脚是从哪里 整个小腿以下 这里 真的不得了 这样会不会痛 有一点 这一点呢 这一点比较痛 现在脚的感觉跟刚刚比起来 有松一点 有松了 那你如果揉完有比较轻松 那就是我说的他处体伤 那他处体伤 就是要运动臀部 走路 换成一步两阶趴路 你看为什么要趴路 这里一撑起来 这里就松了 只要你能够如实这样 那你脚麻很快就会好 那加油了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 这也是大肠癌手术后又 有复发好像复发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已经那个四肢麻 已经有一年多了 那这一年多 他一直认为就是副作用 化疗的副作用 那以原始点麻多数他处体伤 那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那个手指头会麻 如果已经那么久了 照理一般是开关没有 大开关没有按推了 才会一直麻 那以原始点应该是最擅长 那按推完一般都会比较改善 那如果万一一点点改善都没有 尤其手指麻我也按过 手背部原始点 如果没有改善 那这个几乎可以百分 百分之九十以上就可以猜测 他一定有做一个动作 就是手握前 他常常做 因为患者越麻 他越担心 然后越担心就越做握前的 握前处理的动作 他反而越做越麻 所以这一点大家在临床上 如果遇到患者手麻 都一定要跟他讲 不能再做握前处理的 那至于 那个按推 那个手背部还有手肘 都要用到十字工具 那十字工具刚刚已经讲 要握须前 而且按推要懂得顶进去 然后手腕那个要灵活 这样才不会顶到 让患者感觉很受不了 这几个稍微注意 那臀部原始点刚刚也讲过 这样做下来患者整个就改善 那最主要还是跟患者沟通观念 因为观念不清楚 他常常会犯错 然后他还在定期追踪 那定期追踪很危险 哪一天又复发了 西医又说要开刀了 或化疗了 都会增加患者身体的负担 所以这些观念 还是要跟患者讲清楚 然后我都会叫他们 一定要看礼拜天的直播 也就九点到十一点 这一段时间一定要看 好我就补充到这里